注意看 开局就看到前面有好多颗异兽蛋 我们赶紧冲上前去吹噬 只见我们吹噬后就开始长出魔源手臂 但前面的白毛羊毛却盯上了我们 快把神弹给我放下 别过来啊 干什么 快揍 不要啊 接着他直接扔了一块大石头把我们给砸飞了 还被砸回了原形 只见他把我们的异兽蛋吹噬后 竟然突破成四手魔源 快把小红瓜都召出来 我们赶紧开流 结果又幸运的找到三颗神级火焰弹 我们立马昏噬一颗 没想到长出了乐魔触手 接着吞噬第二颗 等级直接飙升到四十几 我的天哪 这么神奇吗 对了 还有很多小伙伴想玩这个游戏 但是不知道怎么弄的 现在只需要点击左下角这个tip 然后登陆搜索原祖时代 进去就可以跟主播一起玩了 就在我们准备吞噬第三颗的时候 被前面的触手红源偷袭了 还被他甩了出去 太惨了 只见那个触手红源吞噬掉火焰弹后 突破成神源魔源了 接着我们赶紧把身后的神木蛋给坑视掉 直接突破成霸主的双逆神源 小伙伴们 你们也从左下角tip type进来搜索原祖时代 一起来玩吧